哈光你看 衣服好看不不 嗯 叫我看的 下面有 喂 六总 什么 出差 不是 六总 你看我老婆都毁晕八个多月了 这烟看着就又省了呀 那行行 那我跟我老婆商量一下吧 嗯 好 晚点我给你打过去啊 哎 好嘞 老婆 老婆 怎么了 刚才六总给我打电话 说有叫我去出差 嗯 行 那你去吧 其实我也不想去 但是你看看 你这都快省了 就我那点工资 肯定是不够 如果这次出差 能把这笔生意坦诚的话 估计将近应该是不收到 没事了 没事了老公 你去吧 我可以回娘家住点时间 正好我也好几个月没有回去了 我可以回娘家住了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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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卡里的钱都给你转过去了 你抽口交上赞哥 给你一块儿去趟医员 把费用交一下 行老公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熟食一下去医院 行 那你千万要慢一点啊 你这肚子也不休了 你可别得出什么意外 没事的老公 你放心吧 对了 我过几天我就回去了 这几天呢 咱妈就麻烦你照顾了 哎呀 没事的老公 我们都只一家一 哎 对了老公 你有没有联系咱妹妹呀 哎 你别跟我提她 她说她上班没时间 真是 平时妈妈都拜疼她了 哎呀 好了 你也别说了 不要挂了啊 我现在就去医院 喂老公 老婆 我刚从医院回来 咱妈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你就放心吧 哎 那太好了 真是写天写地 没事最好了 等我回去了 我走我妹摊一摊 她怎么能在最关键的时候 丢脸了呢 哎呀 她可能是真有事吧 哎 对了老公 我不和你说了啊 咱妈说她想吃饺子 我去给她包饺子了 我去给她包饺子了 哎 你就不要饱了 怪麻烦的 点个外面就行 没事的老公 自己饱的才好吃呢 再说了 点外没有浪费钱 那行吧 谢谢你啊老婆 对你真好 老公 你说什么呢 我们都是一家耶 那我挂了啊 我去给她包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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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했습니다 儿媳妇啊 谢谢你 在你妈生病期间 照顾她 你都怀孕八个月了 这几天 天天给你妈做饭 送饭 我曾经也想过 有一天啊 我们要是我创补期的时候 说在我们身边的院 应该是我们的儿子 和女儿 但是我没想到 却是我们的二媳妇 其实呢 我早已经打算好了 我和你妈 也花不了几个钱 这卡里面 有20万块钱 还有两套捞房子 我和你妈的审期啊 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 房产证呢 已经放在柜子里面了 等萌子出宅回来了 你们就去去吧 以后啊 好好地给萌子过日子 别哭了你自己 也别哭了孩子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快了 等你生宝宝的时候 我一定去医院陪你 那你可能说话想说呀 你如果说话不想说的话 我可不让宝宝让你当干嘛了 爷爷 稍打会儿 你等会儿啊 你干什么啊 我跟公民打电话呢 我怕这手机辐射对宝宝不好 我就打一会儿怎么啦 哎呀 这让你给烦死 我饿了 你赶紧做饭去 哎 瘦大盆啊 咱们你接着料 姐 你的脾气怎么还不改 对姐夫那么凶 你再这样 小心姐夫不要你了啊 他干 姐 我可不是吓你 你看你现在怀孕了 姐夫可是个男人 很容易犯错的 你再这样 我可告诉你 我有一个同事就像你似的 现在正打着离婚关系呢 哎呀 你可别救我了 哎呀 行了行了 没有心情跟你聊了 挂了啊 能不能小点声啊 本得跟猪一样 你不知道我活着孕吗 不能有早饮 你要是敢出轨 我会打死你 喂 你等会啊 他又跑到卫生简离去了 这几天他总是到卫生简离打电话 他肯定是跟哪个狐狸精打电话 跑成简 姐 你别激动 你现在怀着孕呢 等生完孩子再说 哎呀 我认不留了 我认不留哦 我认不留了 这就知道了 我破的名字 烟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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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爹 蜡烛有25根 25 巧克力的 巧克力的 哎呀 我现在不能大声说话 我老婆悔晕了 怕糟 嗯嗯 哦对 就这些要求啊 好嘞 拜拜 嗯 嗯 诶 姚 是 我 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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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你去学行了 你过来 老公谢谢你 啊 以后我会听你的话 回着云就不会再打电话了 老婆你这是怎么了 哎呀你就别管了 反正以后我不会再教你了 不不不老婆你到底怎么了 别吓唬我好吗 哎呀没事 咱俩 你 你 咱俩 你 咱俩 你 咱俩 咱俩